市長其實昨天在第一時間得知之後 他是非常平常心看待這個狀況 那的確現在在本土疫情增加 那社區多點傳播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大家都一樣在面臨這個病毒 都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當中都會有的這個情形 所以市長第一時間他是很關心媒體朋友的健康狀況 那他也立刻做了自我的篩檢 那目前昨天結果已經出來了 市長的是我篩檢的是陰性 那現在這樣狀況都很好一切如常 只是說因為目前市長昨天有說明了 是在七天的自我健康監測期間 因此今天早上呢 他的一些比較有人潮 不是特定人潮出沒的這個場合呢 他就先暫時取消活動 那麼之後呢 他也會每天做自行的自我篩檢 來觀察自我的健康狀況 停課的部分可能這個要請 要詢問教育局 教育局目前所有的停課規定 我們現在都是依照教育部的所有的規定來辦理 不過因為依照目前中央頒布的這個所有的自我健康管理 自我健康監測的這個守則指引來看 那議會呢 議會呢他是屬於特定的場所 同時都會落實實名制 量測體溫以及各項的防疫措施 那麼市長今天也會在進行自我篩檢之後 確認是陰性他下午就會出席議會 我想其實我們在所有的防疫措施 一切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引的規定來做辦理 那當然你現在疫情到本土疫情升溫的狀況之下 也為了確保我們所有人包括媒體朋友在內 大家的這個健康狀況 所以我們其實在採訪場合會落實實名制 這個部分是不變的 那當然也在這邊也會提醒我們所有媒體朋友 我們大家隨時每天都要自我做好自我的健康觀察 這有像記者室的環境清潔正式嗎 好 昨天其實我們在第一時間接到這個記者回報說 他自篩陽性之後 我們也立刻做了緊急的處理 包括六樓的記者室 以及包括我們舉辦記者會場地的九樓 這個應變中心也都立刻做了環境的清潔 同時也針對了這個相關的接觸 比較頻繁的這些有工作場合遇到的這些記者同業們 大家也都做了這個PCR的檢測 那目前呢 結智目前我們一共有38人 38人的採檢全部都是陰性 好我想其實這根病毒的 Omicron病毒它的傳播的狀況是有不一樣的 它的傳播的這塊的 等於說接觸的時間起大概是三天左右 就會有一個傳播 那以昨天這個部長跟莊仁祥 這兩位長官他們都是第一次接觸到這位記者 在記者會的場合之間也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所以呢在這個如果要自篩 那也要到病毒量有一定的程度再來篩檢 比較容易看得出結果 那相較於侯市長 因為市長他會每天出席防疫的記者會 所以呢市長這個部分在昨天就先進行了自我篩檢 來做健康觀測 我補充一下我跟補充一下這個數字好了 就是昨天的記者會的 這場在我們九樓應變中心舉辦的記者會 那根據我們目前的統計呢 一共是出席的這場的人員 包括了出席的首長來賓工作人員 以及媒體記者一共是有128人 那麼目前呢 除了這個裡面當中有六位 也就是包括副市長 副秘書長 以及兩位局長 還有包括兩位工作人員在內 那因為我們 因為這六位其實在平常就會跟記者有接觸到 所以這六位是採取自主健康管理 那其餘的121人呢 是做自我健康監測 那另外有一位呢 他是因為本來就跟這個記者有過共餐 所以呢 這位的記者他是探居家隔離 所以我再說明一次 目前昨天九樓記者會這一場是128人參與 那麼其中有一人因為用餐居家隔離 另外有六人是因為平常有接觸自主健康管理 而另外121位也就是所有參加的人員 包括部長、市長在內 都是做自我健康監測